他起位的時候呢 非常的晃大 他非常的晃大 不好做王 依影是這個大的一項呢 就有這個權力 把他流亡 流亡三年 他改過世心了以後 依影覺得說他改過世心了 再把他硬回來 然後把政權還給他 這就是太賈 一共有上中下三年 告誡太賈 先王媚爽 什麼意思叫做先王媚爽 媚就是曖昧不明 就是不清楚 爽 是失去的意思 這個爽本來是 本來的意思是什麼 是一個 一個巫師 然後他要起雞 各位看到他手上哪個狀況 他怎麼起雞都起不來 所以叫做雞 就是失去 這個雞 這個人沒有辦法 神沒有辦法活生 所以先王媚爽 就是他呢 他不明顯的 他對這個世界不清楚的狀態 慢慢的消失了 黑血 然後呢 就開始 清醒過來 馬太方就開始清醒 坐以待旦 這個是一個非常炫的事情 以前的人修道日積了 所以半夜 自食 就開始要 住 要求 求道 坐以待旦 所以修道的人是不睡覺的 然後 在這個求神的過程當中 神是越來越清晰 這是古時候的人的描述 龐秋俊也 他就知道說 他應該要去找別人來幫忙 俊 就是美麟女士 各位看這個事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來解釋好了 就是說 一些聰明才智很高的人來幫忙 然後啟迪後人 可以 教導 往後的人 幫忙從事正務其名 無悅其名自護 他說 不會 使所有的人 不會 怎麼樣呢 做出超越自己天命該做的事 所以這就是一種天命思想 每一個人都有你的命 每一個人你生出來 你可以想 我們現在就很清楚 每一個人你生出來 父母親你不能選 父母親不能選 表示什麼 你的基因你沒辦法選 你生出來你的基因 一定 然後呢 你的父母親在哪裡 就生在那邊 你生在台灣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 你生在美國那個環境就是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生出來的條件 是我們所有的人都自己不能夠選 這就是天命 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麼在古時候的人 這個更嚴重 為什麼 因為叫做士喜智 對不對 以前我們常常講 古時候的人 子傳戶業 就是 兒子做的是父親的工作 就是專業的傳承 所以以前 士 子弟還是士 做官的還是做官 做商 做工 做工 對不對 你修理鐵匠 就是下面 我一直去做鐵匠 所以 對以前的人來講 這就是天命嘛 你生不來是什麼 你就在那個環境裡 就是這樣過火 難道我們現在不是嗎 有時候我跟我的同學 朋友開玩笑 我說我兒子很倒楣啊 為什麼 我的兒子念到高中 念到大學之後 別的事情不要講 我們就講林詠卿來講 他要煩惱的就是 我有100塊 這100塊能幹嗎 可是王詠卿兒子不一樣 同一個年齡王詠卿兒子搞不好都在那邊想 我爸爸那員工有兩萬人以後 我要怎麼辦 這就是環境不同 對不對 很多人以為美國人人權是平等的嗎 我到美國了以後 給他仔細的check了以後 對不起根本不那麼一回事 有很多人在那邊 真的眼睛縮下 美國人我跟你講 跟台灣人一樣 公立學校沒有人要進去小學 為什麼 公立學校是規定 只能夠玩爽 念書的時間很短 所以父母親都把小孩子想辦法送去私立學校 私立學校要考試要幹什麼 OK 然後 就在那邊競爭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美國人跟台灣人是一樣的 那些白人 白人女人在那邊 我先生是哈國畢業的很了不起 MIT啊 但是 這是什麼 中下層的 美國的有錢人是不進 這些學校的 他們是進他們的貴族學校 教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套 所以各位都看到了 美國的交易制度是多元化的 我們也在那邊叫多元化 是多元化的嗎 人家的錢 美國的大部分跟台灣的大部分那是不能比 他們教他們的子女教什麼 怎麼樣管理財富啊 從小過的生活就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中國人的天命思想 每個人生出來 你出生自己不能控制 但是你出生了以後 你就開始漸漸可以控制你自己 但是需要你 需要你環境周遭人的行住 所以父母親對子女的影響很大 老師影響很大 父母的影響很大 這就是為什麼 先聖先皇之邪 要非常的注重一個人 你怎麼樣去跟周邊的人來玩 我們現在所謂的儒家概念 不就是這樣嗎 從內到外 從自己本身往外推作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到社會上做事 第一件事情要想 各位你們要想 就是我怎麼樣跟別人和權 先把自己的周遭和諧起來 朋友才可以多 大家才可以互相幫 好的朋友多教 正確的觀念多用 不要隨便去供給別人 你不要說 哎呀他那個觀念不對 我告訴你 觀念不對要糾正別人 你要第一個要想 我有那個資格嗎 我有那個資格嗎 我是用什麼態度 我是用什麼地位 去糾正別人 所以儒家的概念 就是所謂儒家 其實我現在很不愛講儒家 先生先學的概念就是 先反身自行 先看看自己做得到 做得到 用行為 用你的行為 去跟別人來往 如果你是對的 別人就會受不了解 不要隨便去評別人 但是西方呢 教我們現在的就是 你要主持正義 主持什麼正義 剛剛我們講的一堆西方的這些觀念 這是正義嗎 他們認為的正義是什麼正義 你死我活就是正義 這是不對的 要先自求 所以無躍其命之物 你因為越過了自己本命的東西 你的天命 該做的事情 你跑太快了 最後就是自負 自己死了 不要給自己找來這種麻煩 甚來解的 一切的事物 都要有 要見 要謹慎 唯懷有 要想得遠 怎麼想得遠 所以孔子說六億啊 什麼都要學 是不是 什麼都要學 社會上該做的事情 當你還在這個社會上 你就是要努力的去學習 因為你學習 你才有辦法跟別人溝通嘛 你知道了 你才能夠講出適當的話 別人在做什麼事情 你才能夠做出判斷 對不對 所以 一開始就講 是我 然後 唯天無清 當我們在社會上做事的時候 對不起 天沒有保佑誰啊 你在那邊 基督耶穌也沒有用 上帝也沒有用 唯天無清 他跟你講得很清楚 克敬為清啊 你對任何事情 都用恭敬的心去處理 你對別人恭敬 別人就對你恭敬 你做任何事情 誠懇努力的去做 就會有法 所以不講天啊 各位 先皇之道不講天啊 天命在那邊 你能做 你怎麼樣 你生出來你都不能選 所以要求自行忙 克敬為清 明亡常懷 人民呢 不會常常想說 你對我好 不會啦 人不會 他不會 他不會 隨便的去說 這個好 那個不好 他懷疑什麼 懷疑有人啊 他對那一些 能夠幫助別人的人 他開始會 這個可以幫助人 這個人是好人 他就會跟你 埋亡 所以 這個是講自己 這個是講你跟別人 無親民事 你去做公無事的時候 無親民事 不要把別人的事情 隨隨便便 你碰到了 就是你的天命 你該碰到 你今天碰到這個人 有些事情要你辦 這就是你今天的天命 天命看法 為難 不要輕忽每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輕忽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困難的地方 因此要慎重 每一件事情都要慎重 都要把他當給我們困難的來做 無安其位 你不要以為我現在做經理 這個位置很穩 我是收入一個月十萬 你們都被我管 無安其位 微微 你這要想 我不知道哪一天 會從這個位置這樣掉下來 慎其位 所以慎重於是 做事比較有始有終 每一件事情 從一開始 我要做這件事情 比較想 我們叫做念之在之 比較想 所以我們在古時候 先聖先皇就告訴我們 人要怎麼活的 謹盡謹慎 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給他 每一件事情都只能給他 可是 所有的西方知識都告訴我們 你現在努力叫做就可以躺著幹 是不是 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古時候 不是只有對於人的教育是這樣 可以